天到地大 选民最大 欢迎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 有杨宪宏先生 唐湘龙先生 林玉方委员 郭正亮委员 黄敬平先生 林正义先生 那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这次直接杀到新北市 那在新北市板桥车站那一带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竞选总部位置 板桥火车站 这叫新站路 这叫县民大道二段汉生东路 那蔡英文的总部在这个地方 那一楼有两百坪 二楼有三百坪 那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把总统大选的竞选总部 放在就是以前的台北线 现在的新北市 当然蔡英文放在那边有他的道理 第一个呢 他在那边选新北市市长 而且开出一百万零四千九百票 所以对他来讲呢 票算是不少 那另外呢 他们说了 如果说呢 蔡英文的票在那个地方 只要输满九十万票之内 他就赢大选了 也就是说民进党一向的主张说 南部能大赢 北部小出 中部打平就赢了 那当然另外就今天媒体都有 就是说 好像不只是这个新北市采取一个 比如说这个积极进取的态度 他们还请了所谓新国师 其实我就是说新国师叫做翁三雄 翁三雄 专程从嘉义北上 然后呢 这个蔡英文的金钱总部有这个大师的指点 那第一个就是板桥火车站前面呢有大水池 所以呢有聚才开源众神朝拜的气势 那么另外呢 这个说这个方位还配合了蔡英文的生辰八字 说一看到这个日子再挑这个地点 蔡英文就会当选了 然后吴乃仁还率领竞选团队上乡 说是依照指示在五十祭天 在五十祭天 不过现在总统还不是皇帝啊 还要祭天吗 象征指武尽尊 九五之尊 九五 九五之尊 然后贡桌旁边呢 桶子里装着一百零八枚十元的硬币 然后再由翁三雄新国师呢念祝导文 那蔡英文的办公室呢摆了一把宝剑 看来还有除妖什么 什么祥魔 不知道谁是妖谁是魔 斩马 选情大厅 他应该搞一个那个马鞍才对 选情大厅呢 有六对黄色的箭头为标志 有六六大顺的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新文弹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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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全国竞选办公室开张了 总干事吴乃源带领一级主管 刻意选在十一点拜拜 负责庄罗的就是素有绿军新国师称号的翁三雄老师 主席的这个八字和竞选的技术都有加分嘛 十一点的时候最好的对对对对对 主武计尊啊 主武计尊啊 主武计尊 九武之尊 宋进总统府 一百零八个钱 一百零八个钱 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也那个小英的小儿肩款比较多啊 这个招财 不只依照传统习俗 找来职业三十年的资深勘语师 蔡英文总部也很有现代感 欢迎光明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台湾造型意向台湾术 黄色灯泡象征外岛澎湖金门与马祖 二楼幕僚办公室首都不光 十二个大大的箭头就是竞选主轴台湾NEST的具体化 蔡英文办公室灰黑白冷色调 很有小英的极简风 作为后头的玉山奏型台湾术 是支持者送的象征蔡英文有靠山 当然希望他们今天在外面很忙碌的行程 回来之后能够也能够静下来 从不开销列为最高机密 还说电视是借的 LED灯与家具都是租的 装潢不超过五百万 可以冷处理就怕风光开张的竞选办公室太招摇 反而招来负面观感 最后黄建立将于新北市采访报道 反正这种事情也是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这是一个 另外有的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有 就是选举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迷信 因为方兄你也选过 你当时有这么在介意这样啊那样啊 其实我选市场的时候有 因为我在那个和平东路人家义工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那个竞选总部嘛很矮了 那陈泉军很大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对面信义路那边 我在和平东路 他就能够讲不行 你这样气势就少 他在你的对接比你大那么多 我说很好啊 人家免费啊义工界的啊 他们就是建议我说扳个气球 这个气球就升高了嘛 因为你这个房子就二楼嘛很矮嘛 而且两个大楼在旁边夹着这个房子 他说你放个气球 这个气球只要比旁边大楼高 就赢了 那我还没听 我没有听这个 不太相信了 义方兄你到底是怎样 你怎么看这事情 坦白讲啊 郑亮也是选过局的 等一下我会请教他 选举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迷信啊 你不迷信也不行 因为旁边昨晚给你出一些主意啊 简单的告诉你说 候选的啊 应该内裤要穿红色的 真的啊 那不是说是尾压摸奖才穿红色 这样跟我讲的不知道有多少啊 而且有些人就知道穿红色 那你呢 坦白讲我是没有 我才没有红色的内裤啊 再讲清楚 你有个人找人家看方位 桌子怎么摆 椅子怎么摆 要加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都很出主意 我说真的啊 候选的很难不听 这样的一个建议 因为你听建议 至少旁边的人觉得比较心安 你让人家心安也是你做候选的 应该的嘛 马云九导师有一个特点 马云九不太信这些 不太信这些 也不挑日子 对你说叫拜拜什么他会 他平常是不太不太信这些 所以你看他爸爸的这个骨灰屋 就在那个梁柱的底下 他放在那边他也无所谓 他就这个这个导师坦白讲 很合乎这种泽君的味道 所以人家说不问苍生 问鬼神他是不问鬼神 这一点导致应该要赞美他 不过我这边讲一件事了 我在高雄选过一次局 跟谁一起选呢 其中有个人后来跟我是好朋友 就是这个本土味道最浓的朱新宇 有一天我在一个街上拜票 我听到后面有楼鼓 喧天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我真的你真的不敢相信 朱新宇就戴着一个很怪的 像蒙古人戴着一个帽子 走在路上 它是个冬天 他的那个车子往前走 他就走在车子前面 车子的上面就他的照片 我跟你讲 我是不怕朱新宇打电话骂我了 你以为怎样了 我跟你去看 那个照片是发绿的 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可能就已经很久以前 他可能不在乎 他洗了再用 那个照片真的有点犯绿色 那是很着急的嘛 绿色让你想 怎么还得了呢 我告诉你 那一次他就当选了 我还落选了 所以你们各位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太相信这样的东西 搞不好人家是算过啊 可是 搞不好就相信这个啊 反正我回忆起来 那个人家在锤那个螺 然后他走在前面 他穿的衣服很怪异 戴了一顶更怪异的帽子 然后那个车子 我还不想用林车两个字 在讲那个照片 我事后跟他开玩笑 他还讲很好玩 可是他就当选了 我中规中矩了 可是我落选了 那帽子搞那个照片 是不是有人高人指点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他是保力保气的 人是一个蛮有感情的 但是他保力保气 我说这个 比如说其实选举啊 让大家心安是好的 但是你要靠这种东西啊 当选的话呢 说我把这个前面有水 后面有山 然后呢这个 我也穿红色的内裤 你戴个蒙古帽 对我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不过我听说朱欣宇在高雄 那个地方能够当选 我听到的不是说戴个帽 是说呢他以前当议员等等 人家那个婚上席情都跑到 而且呢如果是有这个白氏啊 就是家里有商事的话 就是他一百公尺 他就下跪了 无子姑母 就开始一面磕头一面跪进去 比那个孝子还孝顺 家属很感动 旁边看人很感动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是传闻这样的 所以这个基层民众很支持 不知道 那郑大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你自己怎样 耶鲁的博士 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 还是说您可信心 我还是蛮相信 不过其实我觉得 风水是一种磁场啊 就是那个气要顺 所以我觉得跟正通人和 还是有影响 比如说他坐的位置 然后那个排的方式 那马英九搞不好没坐 所以才添入人怨 所以人怨不太好 就是说这个不会影响慎选 因为慎选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你的对手搞不好也在排场 那他的气比你还旺 因为这要比较嘛 可是就说就你个人本身 就是说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那至少可以把气理顺一点 那我是觉得还有一点用 其实包括桌椅的排法 还有时候摆一些东西什么 反光镜什么什么 这等下我们专家在这里 不敢多说 可是我觉得风水会影响 那个气的流动 那个人跟人的摩擦会有影响 我的感觉是有影响 因为我也选过三次 所以我是觉得冥冥中是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感觉 所以比如说登记啊什么都要 或是进展总部成立要挑日子 好像都是叫随俗就是了 我觉得还是要随俗 因为你周边的人都信这个啊 你讲那个镜子 他踩到吓死了 那怎么回事啊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就有些人相信这个东西啊 还有迷那个牌的嘛 乌啦乌啦 老外听不懂什么乌啦乌啦 乌啦乌啦乌啦什么就是 有了有了这样啊 台义啦 谢皇兄怎么看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 相信不相信 我是不信 我不信 我觉得大部分的圣选 如果真正排一排 还是因都四处有因 都是有那个理性的因素了 我讲说这是非理性的因素了 我虽然说不信 可是我尊重所有去做这个牌场 我觉得这是他的信仰 那我们不信不能就去批评别人说 啊你那是信这个 我觉得不要 就是我没有 我不会去做这些事 可是我尊重所有相信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刚刚玉芳兄讲的也很有意思 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 不久之前有一场选举 我看有一个候选人 连他的楼下都让出来给那个 请了一个好像是一个 不晓得是三太子或是什么 就反正请了一个大菩萨来 就摆那里 那我一走进去发现 哎呦这个路怎么这么难走 因为要先遇到他 然后才要转弯啊 我们大家要转弯啊 碰到神啊 你不转弯怎么行啊 转弯我就问他说这对来 你说这责来 而且他说一定选上就落选了 整个房间都贴了通红一样落选 就说可是我也看过那种不心邪的 那什么都不做 也当选了 也当选了 后来我问 这个人家 人家有一些人有这个思考 我问他说这个人 三百六十五天 这个对方啊 三百六十四天都好 只有一天不好 那天投票 那你怎么办呢 有人就三百六十五天好 一天不好 有人就三百六十五天都不好 只有一天好 就给他碰上了 那就是说 人家这个都可以解释 那我 你算不准也有道理可以讲就是 一定有 一定讲得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要尊重 因为人家也有一套 讲得出来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那个 就是我这种经验很多了 因为我以前 提名辅选的很多 有些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嘛要选 你不会当选的 我就把他给你 选择浪费时间 浪费钱干嘛呢 对啊 他说我算过命 一定当选 我说 我说我给你算 你是不会当选的 那我算你都准 我讲不会当选 都没当选 但他那时候信誓担当 选举要花钱什么都要 他就这样 为什么因为这个庙 或那个说他会当选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陈水扁 吕秀琳在连任的时候 你去翻 他国内几乎所有的 几乎什么杂志也好 报纸这样算命的 都说他会落选 他会当选啊 那我就问说 那不是你们都说他落选吗 他这个违天 违反天意 将来会有什么下场不好 但好像后来是这样 可是他说他会落选 他是当选啊 江龙怎么看 这种心态跟知识度看好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自己信不信 是一回事情 但是就像预防讲的 你不信但是傍贵安高兴 因为周围能信 所以你还非得要装模作样的 去摆出那副 你好像也有几分信的 你看蔡英文这个牌场 我们刚看了这个你看 这个八卦金钟镇 108枚十元一币 这个我实在不太知道 108枚 是梁三博108条好的汉吗 六对先皇箭头 你看见没 玉石靠山 然后呢 这个国师翁山雄祈福 十一点良辰吉时 候选人的生成一起配合 你怎么看 你觉得有效吗 为什么这样 我当然我不懂 那我不能说我不懂的 就一定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只能够从我的立场讲 就是因为一些公众人物 特别是你已经贵为 一个国家领导人层级 你经常会在这种场合当中 用逢阴惨媚的媚蜀的方式 去迁就一些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的东西 那真的就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他让他基本上 就是今天当我们再去怪说 为什么会有一些呢 一些善男性女的 会被那些神棍所骗 骗财骗色骗什么都骗得到 因为你看到的这种场面 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 风水是另外的一个概念 我不是说风水进不可信 他有他的 不要说什么磁场这种 这种比较玄妙的东西 基本上面一个地方 宽敞舒服 让大家能够 能够在那个空间里面活动起来 是一种愉快的一个感觉 那个东西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种东西并不需要进入到这种 悬而又悬的层次 但是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 不要说你的竞选总部 不要说挑日子 不要说登记的时候呢 要开始做一些呢 怎么有的没有的事情 甚至于呢每个候选人家的祖坟 都会被翻出来 旁边一棵树被人家砍了 那边又被人家砍了 那边又被人家砍了 然后这个断魂钉被人家拔了 等等那些有了没有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基本上不可验证 同时很遗憾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子 而导致输赢的话 那难道我们还选选干嘛呢 我们干脆就要庙里面去拔拔 不一对就好了嘛 不是那就是大师对大师 国师对国师 大家拼一下就好了 我就会竟然会纵容 而且呢有意无意的暗示 某一些人确实在某些方面来讲呢 具有神奇未知的能量 而他加持于我 对我来说不管你是蓝的绿的 任何一个有心角逐大卫的人 如果你有这种暗示 对我来讲都极为可耻 好吧 所以这个蝎龙是反对的 杨献龙是尊重的 那玉芳跟这个郑亮雄 两位是觉得说反正选举 大家安心 宁可信己有 那 津平你怎么看 就是说蔡英文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那马英九呢 我没有看到里面 我只知道说总部的位置是 就是他上次好龙丁选市长 有那个位置嘛 就是巴德路 长安东路 复兴南路 建国南路之间 那国民党的中央党朋友在旁边 那原来是中央日报 他们现在大概用了两成 其他好像租给别人嘛 所以基本上这个 这个郝龙兵两次在这里 那马英九现在选这边当竞选总 马英九上次是这里吗 不是 没有上次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不能讲马英九完全不信 因为上一次它是在台北市的 爱国东路跟那个中华路口 那个住宅大楼 就是要从罗斯福路 然后爱国东路要转到 或者是你从西门丁那个中华路 往西往那个蒙甲大道 那个大的十字路口 本来有一个爱国东路的一座 旧的路桥后来拆掉 那变成一个十字路口 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卖场嘛 那一个地方也是十字路口 然后车辆人行来往也是川流不息 当时选那边 而不是选在国民党现在在巴德路 和龙江路口那个党部 或是旁边的中央日报大楼 据说08年的时候也有人说 就说那边当时那边的气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也是找了一些专家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老师 或者是去那边看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了那一栋 就是08年作为那个 马肖竞选总部的那一栋 你说08年时候哪里的气不是很好 就龙江路口 国民党旁边那个中央日报大楼那一栋 就是这个 当时说这个不是这样 当时在08年那个时候 说那个时候气和运势不是很好 就是算流年之类的 然后后来08年的时候就考虑到 就是刻意到那个爱国东路跟那个 就是中华路口那个 后来作为竞选总部的地方 而且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川流不息 也有锯票的效果 把那个人气聚拢 那是后来 当然是后来人家很多经过事后验证 说果然在这个地方人气很好 那个市里夜市开的不是很好 当然也有人这样讲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 都会是用事后诸葛来去解读 那这次当然在媒体记者在问他们说 你们会不会像08年 又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或怎么样 那这次他们就不是那么看重了 就回归到原来中央日报大楼 郝龙斌也用过这个地方 他自己又搬回来这边 他就可能比较没有这个 看重这个部分 所以也有人说到底是测试重要 还是术试重要 那今天看到蔡英文他这个动作 其实你要问蔡英文他本身 蔡英文他自己听说也是不信的 但是他也是尊重一下 就像刚刚大家讲说 他来周围的人都会信这些嘛 所以他本身对于命理或是风水之说 他是抱持尊重的态度 那蔡英文过去跟这个翁三雄 他的一个合作经验 其实赵英语 他刚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当时民进党他接党主席的时候 其实风雨飘摇 财务状况不是很好 这个可能过正让委员很清楚 然后后来好像 因为那时候那个陈明文委员 他那时候是嘉义县长 然后他那时候 他因为翁三雄 他是住在嘉义义族那边 他是那个陈明文的好朋友 然后陈明文就很热心的 自动请一说请他引荐他来 看一看民进党党主席 在九楼的办公室 觉得这边格局好像混乱 而且尤其他当时看到民进党 那时候财委会 财务委员会的办公室 好像是靠窗 并不是在跟现在 跟主席办公室的同一排 所以在他建议之下说 因为台湾人常讲说 财不露白财不露白嘛 你那种财委会的办公室 靠在外面好像马上就是那种气 没有办法聚集起来 建议把他那个修改一下 还有一些屏风 还有外面的一些格局 整个办公室整个在他看完之后 整个稍微调整一些方位 和一些摆设之后 感觉上你看08年09年 慢慢民进党是不是 他的财务状况也变好了 本来负债两亿多元 然后包括后来立委的补选 也慢慢好像连战结结 就是有那种感觉 让民进党周围有些人 还有一些这些朋友 就会觉得好像有那种感觉 就好运了 至少大家会觉得心安 第二个就是说 在蔡英文去年五都选举的时候 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也是请这个翁山雄来看 当时翁山雄 他看上了第一的一个首选 他的一个竞选总部 就是后来朱立伦那个竞选总部 就是那个蓬城新榜商业大楼 但是那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建设集团 他所有他答应借了 但是后来 因为朱立伦那边又去跟他借 他自己又反悔 那个集团又借给朱立伦 当时翁山雄看到那个总部之后 他只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总部的真的是绝佳 风水也不错 用这个总部作为竞选总部 气势也很好 当选的机会非常高 就是很有可能就当选新北市长 所以当然是后面人家就事后验证 朱立伦你看用那个就当选 反正后来他没有用那个总部 就用后来绿营支持者 另外提供给蔡英文 借了另外一个也是请翁山雄去看 那这次算是第三次 出来看这个地方 一样感觉 就像我们新闻VCR看到了 有那种好像聚水 聚财那种感觉 所以你说 道理风水命理之说可不可信 至少从过往三次的经验 民进党也好或是蔡英文也罢 跟这个翁山雄他互动 感觉这种feel是不错的 他至少会觉得他可靠 好慢慢请他 因为大家觉得说 在旧选举来上没有什么问题 那之后其实就是选举一些 知识学业跟技术的问题了 所以也许蔡英文原来不信 可是搞了三次 搞不好慢慢信了就是了 好 到底这个翁山雄被称为 民进党的国师 到底是何许的 没关系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师林正义在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